我們來看過去的民調 參考 參考 來 韓蔡郭三腳工作的情況之下 蔡總統41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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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29 差不多 參考 可能多一點點 郭董28 參考 參考 沒關係 我們就 我們不看數字高低決定名次 或者說決定他的聲勢高或低 我們看的是 當郭董不選的之後 他的票會去哪 這個滿重要的 這個滿重要的 來 在當時的這個民調 告訴我們說如果郭台銘不選 就陷在這個狀況 好 來 跑到小英總統這邊 將近12% 而且這12%裡面有41% 41%是郭粉 根據統計是郭粉 跑過去百分之四十幾 然後跑到韓國瑜這邊的 對不起 只有8%多一點點 來回差了將近四個百分點 而且跑到韓國瑜這邊 這8.2%選票裡面的郭粉 還比跑到蔡總統這邊的郭粉 還要來得少 這會不會是一個危機 當郭董不選 而國民黨不夠努力的情況之下 好像依照民調的數字來看 韓國瑜拿得到沒錯 會回來 但蔡總統好像會拿到 稍微多一點點 我覺得佑正提到一個 很關鍵的點 就是中華民國派 還有下降民進黨 這是兩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下降民進黨 是郭台銘 同時也是柯文哲的 共同的概念 因為也就是當時 柯文哲一直鼓吹 郭台銘跟他一起來選 那麼或者是 柯文哲選正的 郭台銘選副的 要不就是郭台銘出來選 柯文哲不要出來選 他們的最終的目的就是 下降民進黨 如果下降民進黨是如此的話 今天郭台銘說 我的任務還是繼續要 下降民進黨 如果這也是柯文哲的主張 那世間的意見 應該要成為民進黨的主流 也就是應該要狠狠的 去打柯文哲 可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很遺憾的發現 世間的意見 一直沒有辦法成為 民進黨的主流 所以民進黨到目前為止 不狠狠的打柯文哲 這有學問 也就是民進黨 為什麼不狠狠的 打柯文哲 因為他們一直在爭取 柯文哲支持者的選票 他避免打柯文哲 打得很重的時候 得罪那些柯粉 然後票就跑掉了 所以你看 柯粉這個票要爭取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又提到 第一個概念很重要的地方 就在於 郭台銘說我永遠是中華民國派 韓國瑜會不會是永遠的 中華民國派 會 答案很清楚 但是蔡英文絕對不是 他說他是 他不是 因為他一定後面加一個台灣 台灣派 對 台灣派 所以蔡英文典型的台獨派 他是典型的台獨派 韓國瑜是典型的不台獨派 非台獨派 是中華民國派 好 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 很簡單 假設郭台銘的支持者 我們就大體分兩部分 一個就是郭粉自己的 一個就是柯文澤的 因為他們兩個掛在一起以後 有郭粉自己的 有柯的支持者 我們先來看一下郭粉自己的 黨內在競爭的時候 一定會有得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不要辦黨內初選 因為黨內初選一定會吵架 然後一定會不愉快 所以各自的支持者 彼此之間一定會惡言相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初 一直在主張說 黨內初選一定會傷和氣 果然一定傷和氣 但是我對於郭粉 我講的是郭台銘自己的郭粉 我很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後會大我 他們不會小我 氣會消掉 最後他們會選擇大我 那個大我就是中華民國派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的郭粉 會回到中華民國派 也會回到韓國瑜這邊來 我不擔心 我現在要擔心的是 你怎麼去爭取 柯粉的這一群人 不要讓柯粉回到蔡總統身上 對 您剛剛一直在提醒說 柯粉好像比郭粉多 對 你剛剛一直在講說 20到40 20到40 這個就是韓國瑜 在未來選戰中 一定要努力打的 我在客觀的講一個 簡單的概念 就是你剛剛跟我們講的民調 民調目前來講 我們假設我們都相信這個民調 看起來是 蔡英文是勝過韓國瑜 可是這個是我們在學術上 我們叫做向度 也就是說他的廣度比較大 但是在民調裡面 還有一種叫做強度 也就是說你看 郭粉的支持者南征北討 那個是自己掏錢的 韓粉 韓粉 對不起 講錯話 他的強度很強 他是不會討的 韓粉的那些強度很強 他是南征北討 自己掏錢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在選舉當天 他們的投票力會高到驚人 我初步估計 最少九成到九成五 他一定排除萬難 除非說一定要加班 被調到國外 或是怎麼樣他沒辦法 而且連從國外的都會飛回來 所以那一群 強度很強的郭粉 韓粉 對不起 我一直講錯 強度很強的這一群韓粉 他一定會投票 他投票力高達九成五的話 你再換算一下 假設韓國瑜拿到四十二 投票率九成五 那就很高 但是蔡英文雖然拿到四十九 可是他的投票率 如果按照維持過去正常的 八成到八成五 你的老實意思說 韓粉會來投票 但英粉 柯粉 郭粉 不見得會去投票 因為郭台銘已經不出來了 對不對 而且柯粉會換散 柯粉沒有投的 因為柯現在不太行 所以你現在蔡英文的支持者裡面 可能會有很多人不投票的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每次的投票率 大概就是七成五八成 這樣的情形下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的嚴格的估算 我覺得是勢均力敵 決勝者在誰 二十到四十 麻煩韓國瑜在這個部分裡面 想方設法要把二十到四十 爭取過來 好 來 我們同樣從民調來看 這是7月12號 友台做的最新民調 這個民調你可以看到 韓國瑜三十四 蔡總三十二 郭董二十五 來 韓國瑜跟蔡總統相差兩趴 而且是贏兩趴 為什麼 因為9月8號 剛有了三重大造勢 造勢完之後 韓國瑜的支持度確實有起來 蔡總統也稍微壓下去一點 可是同一份民調裡面 也做了另外一個分析 就是當沒有了 郭台銘拿掉 就現了情況 郭台銘不選 那票的轉移 你看 蔡總統會轉移17%之多 從郭台銘身上 跑到蔡英文身上的是17% 跑到韓國瑜身上只有8% 本來贏2% 結果郭董一不三選 變成韓國瑜42 蔡總統49 反而贏了7% 當然你不能排除說 本來做這個民調的時候 在郭董身上有很多是民進黨灌票 民黨灌進去 我是民進黨的 可是我想要拱郭台銘 我就投給郭台銘 而且沒有郭台銘了 當然回去投給蔡英文總統 也許有這樣的情況 但這種情形 你難保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當郭董市長 他退出2020戰場 而又沒有明確的 藍綠傾向的時候 他身上的票 到底是藍的回去多 還是跑去綠的比較多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 郭董哥說了韓國瑜要解決 來 我們來看 包含資深媒體人 李彥球 彥球姐 他告訴我們說 現在最沉重的是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當郭董不選之後 成敗你自己扛 他說沒有理由沒有藉口 定於一尊 那就要負起全責 韓國瑜的考驗現在才開始 當然有人會說 怎麼可以說 郭董市長沒有責任 他把這個局繳了繳 然後跑掉 當然還是有責任 你看 郭粉就是他帶走的 如果不投給韓國瑜 那當然是 郭台銘董市長的責任 可是我們也說了 郭董已經不選了 我們就感謝他 剩下的 請韓國瑜要自己努力 所以那樣子的情況 加上映秋姐的分析 韓市長現在責任 都在您身上了 郭敏姐 當然韓國瑜本人 是很大的責任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國民黨又不是 又不是大家都沒事幹 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政黨 國民黨有義務跟責任 力挺韓國瑜 改變這個情勢 他又不是民眾黨 只有柯文哲一個人 就是 又不是韓國瑜 今天說我一人將軍 我出來選 他還不是柯文哲對不對 我覺得這次我真的必須說 因為我們都認識 國民黨好幾十年 國民黨這次真的滿難能可貴的 兩件事 第一個 剛才已經一再強調了 我二三十年來沒見過 國民黨基層的強度 強過民進黨基層的強度 所以剛才賴岳謙老師 作為一個非國民黨黨員 會講出來說 到時候投票的強度 這件事情我完全認同 所以這是完全以前不能想像的事情 第二個 國民黨是一個 浴室就完全分裂 然後上面的人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然後每一次一點點小事情 心結了好久好久 也通通不處理了 可是這一次你看 31個大佬簽署的團結 馬英九9月8號這樣子 9月14號立刻修正 然後跟韓國瑜大擁抱 我必須說我非常的感動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國民黨過去也很罕見的 大家都拋棄那個身段姿態什麼的 就是權力團結 這個當然也造成了連鎖效應 跟郭台銘的不選可能都有關係 那這麼重要的兩點 不要說責任壓力 都在韓國瑜一個人身上 是整個黨要背起來 我認為韓國瑜的副手 如果選得跟他互補性很高的話 這一些中間票年輕票的問題 能解決 沒有錯 來 國民黨有些人高興 但更多的有明顯呼籲了 可能是有點擔心 有點焦慮 那反觀民進黨呢 來看看從蔡總統到陳其邁的回應 對於郭台銘不選這件事情 民進黨好像蠻輕鬆的 我們看到這個蔡總統說 尊重 尊重 歡迎未來持續對政府 來提出各項建言 說 郭台銘董事長 那蘇文昌說 予以尊重 希望郭董能加碼投資台灣 誇號YEAH 可能有誇號YEAH這樣 來 行政院專屬高雄副院長陳其邁 他說國民黨黨內初選過程 對郭台銘有很多難以解釋的現象 或不盡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才會讓郭覺得國民黨 內部迂腐或有弊病 這些現象都在郭離開國民黨 不參選之後 要解決也很難 好啦 蔡總統 蘇貞昌 是一種可能是一種 有一點壓抑情緒的開心 但陳其邁講這個話 我只想問 當時你們民進黨初選完 你怎麼沒有幫賴清德 講一樣的話呢 民進黨內初選過程 對賴清德有很多難以解釋現象 或不盡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才會讓賴清德覺得 民進黨內欲補或有弊病 你怎麼沒有去跟賴清德講 他福音的是力量 你以為他福音的是公平 他福音的是力量 而不是公平正義 所以他對他黨內的東西 當然不會批評 他現在是看到國民黨 很高興的見縫插針 可是對於他黨內自己的不公平 他就可以視若無睹 不是嗎 這就是 我們一直挑戰民進黨 你真的是要搞台獨 這民進黨的態度 是不是反映了我們這個民調的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他們今天會這麼輕鬆 可能是因為看到這兩份民調 不過我要呼應一下 永明姐講的話 我認為某種程度 非常值得大家做參考 的確 韓粉的強度 就是說支持韓國瑜的那個強度 是國民黨歷史以來前所未見 你看不到任何一場 國民黨辦的造勢活動 是大家 韓國瑜跑到這裡就追到這裡 跑到那裡就追到那裡 然後無怨無悔 可以前一天晚上不睡覺 然後轉車 轉了幾趟車 去追著韓國瑜 可是蔡英文 我們就要檢驗了 就是說不光是他拜廟的那個行程 你看到這個 思以喊的聲嘶力竭 然後其實現場沒有到人 後來被大家質疑以後 那兩場廟的人數 就是他貼在臉書裡面的 那可能是因為覺得沒有面子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兩場 裡面去繞了人來 大家排得整整齊齊 可是繞了人來也才 對 也是排得整整齊齊 沒有那種爆滿的現象出現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強度的部分 請你看TVBS的最新民調 在42就是這兩個民調 韓國瑜的民調是29到42 蔡英文是41到49 我跟你講 我認為 42的確很接近 韓國瑜最強的時候 但是蔡英文的49是虛胖 可能是隨時會 隨時會消瘋的49 因為你去看民進黨過去 他的幾次總統大選的民調 的確差不多都是在 40到45之間 如果你去看了去年9合1 去年9合1高雄市民調 民進黨很棒棒吧 陳其邁好棒棒吧 不只高雄 對 不只高雄 各地都是民進黨大幅領先 結果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坦白跟大家講 那個49裡面 某種程度蔡英文現在 因為各項施政都慘不堪言 不要講說最近斷邦交國這件事情 什麼陳明文300萬 在高鐵上被撿到 我就看不出來有任何一件 最近發生的新聞事件 是對蔡英文有利的 你說這個反送中事件 你撿到槍 你也撿太久了吧 這個槍已經生鏽了 已經 你要一路用到這個大選 這槍也已經生鏽了 所以現在的情況 民進黨支持者的情況很像什麼 很像2006年 陳水扁那個時候被發現貪腐 全家涉入貪腐的那個情況 也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變成隱性 他去投票那個動能 也沒有那麼強 你看現在已經不太願意承認 自己很支持民進黨 因為支持民進黨 已經不再是一件 非常光榮的事情 所以他的這個49 我認為是碰瘋的 而到選舉的大選的四個月內 民進黨我認為 還會有各項施政 被老百姓檢驗出來以後 這些帳都會掛在蔡英文的頭上 坦白講我不相信 到明年1月11號 他拿到49的選票